在一禅小和尚里 有这样一段对话 一禅说 师父 有风 师父回答 嗯 一禅问 师父 你说 风整天从山间吹到田野 外从田野吹到街巷 他们不累吗 师父回答 累 风也不能停下来啊 一禅问 为什么 停下来歇歇脚不可以吗 师父回答 当然不可以啊 因为一停下来 风就消失了 一禅若有所思的说 消失了 还好我不是风 师父问一禅 方丈每日研习经书四个时辰 十几年如一日 你觉得如何 一禅回答 方丈佛法修为 深不可测 厉害 师父又问 那杨少侠每天来后山练剑 寒暑不必 你觉得如何 一禅说 杨少侠剑法超群 十几个人都进不了身 厉害 师父说 他们都是这世界上 停不下来的风 过往所有的努力和坚持 才造就了现在的他们 一禅说 那要成为风 也太累了 师父说 谁说累 就一定不快乐呢 风从不停歇 所以见识过山间 轻盈的蒲公英 田野滚滚的麦浪 和街巷里 刚出炉的热包子 刹那消散的热气 一禅你羡慕吗 羡慕 那你 那我也要成为风 努力修行 见识世间所有的美景 师父说 那你可千万别停下来哦 一禅回答 我知道 一停下来 就消失了 听完这样一段对话 我不知道 你作何感想 我想 人如果知道 为什么而活 就能忍受一切生活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 懦夫之所以成为懦夫 全是自己的选择所造就的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 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 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 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或许 这就是拼命的意义吧 感谢您的收看